各位晚安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4号星期五 今天想跟大家谈什么话题呢 就是武汉疫情各方面都在支援 是吧 中共人民解冠军 上军也在派医疗队抵达 上海的第一批也已经抵达了 抵达之后进入了金银潭 医院 你进医院抵达资源 你就好好地去治愈 好好地去 马上承认党支部 肯定里面也有党员了 我看着就那么了 为什么什么时候 共产党都抓这个权利呢 你抓起来抓得好吗 没抓好 如果抓得好 武汉就不会有疫情爆发了 对吧 忽然一些问题马上通报了 到现在还没讲实话 波子报一千多个 全国一千多个 事实上是不至一千多了 快要上万了 所以我搞不懂怎么怎么回事 你封城也封得太晚了 应该封早点封 像现在应该全国的 中国的各个交通大都应该封死 不让人员有任何来往流动 这才是你要管的 最近海外媒体网中文网媒体都说 武汉这样是武汉人他们这么痛苦在城里 北京却在购物生平却在爆春晚 他们这样一直批评海外媒体都在批评 这只是中文媒体 而我来自本人呢 我不觉得改批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广电局各方面都买版权吗 都是要报吗 大家没乱去 当然就愿意看看节目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中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都去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 还要 成党支部 你真的把中国党有多么厉害了 党管的地方都没管好 党管的地方我也管好 就是能够抓权力成 真正他不法抓人民健康 安全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问题 可悲啊 好吧 就是这样吧